这个月我们有两场表达会 一场在马来西亚,一场在台湾 那么这一场我们是表扬 这两场我们是表扬 两个天龙 本来不是两场表达会 后来因为有两个天龙 上海了,所以我们办了两场 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 一场不能表扬两个天龙 我不能接受 一个天龙只能用一场来表扬 那么有可能会跟家庭讲说明明前面就有三张椅子 不是三个天龙 没有,有一个一月已经表扬了 接着下来的时候我没有办法表扬了 没有办法表扬不是因为 不表扬,不想表扬 没有办法表扬是因为 因为 没资格表扬 没有办法表扬 所以他变成 没有办法表扬他了 他变成主持人 他变成主持人 所以他就 为这两场呢 就开幕意思 他被邀请成为VVIP 刚才被表扬的是我们的天龙主持人 那样 掌声一下 就好像神这样 从后面 飘出来这样 坐在那边 在那边看 哇 偶像 有时候我在想 我们已经坐到最棒了 好了,你必须要留所感触 是不是啊 可能 以后轮到你的时候 你是说 比如他 掉下来的 有可能 有可能 千万不要 怀疑VV的 做这种东西的 我们肯做这种东西的决心 什么 我们都肯做 刚才Ivy有提到一样东西 我很建议 我一定要在这边上反驳他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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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玩笑 他说 这三餐一直在那边 很讨人厌 他说 遮到后面的人 害到后面的人 有吗 有害到里面吗 有吗 有吗 被遮住的人 有没有害到里面 你是不是会很讨厌 因为如果他们说 他很讨厌的话 下一次你会看到他一直高落一倍 哈哈 哈哈 后面的人不要笑 因为能够坐在第二排 已经不简单了 是不是啊 能够坐在前面的头几排的 态度都是非常 非常非常好的 他们都会选择被激发的 那些说 然后会在意他们 哎呦 等一下看不到怎么办 他们的话很可怜 他们根本不需要离可怜 因为他们下一分钟就来起来 要不然 他们连第二排都没这个 如果 如果态度不对的话 对不对 就跑去后面了 就是因为他们都是态度对的 前面的竞争都是很强的 所以 他们根本无所谓 如果真的有所谓的话 万一好像刚才爱丽所讲的 下一次你只突然间大胃飞了 但是你站起来就看不到 然后我还故意安排你在后面 为什么 因为我们都需要力量和能量 对不对 我不需要力量和能量 我多希望有人这样安排给我 我多希望啊 今天如果有人会来在乎我 会来给我这种力量 怕我没力 没 我们不只是做这样的动作没有 我们还有很多啊 每天人家在思考要怎么样 让你更加的有力量 让你的生活这样更加的精彩 怕你的车不够大量 怕你的物质不够大街 怕你家的游泳池不够深 怕你的心情不够 有人会整天担心你这个 他想你要感恩啊 老天爷是不是啊 你真的要感恩啊 你家里的生命显灵啊 我多希望有人可以这样对待我 是不是啊 所以我绝对不会相信 每一位都会认为说 哎呀那个东西遮住看不到 如果真的是这样 第一我管你看得到看不到 我前面帮他打开 直接把后面的全都遮完 你不说 你不说我没前面做 是不是啊 就是这么的简单 不管怎么样 我们给上位天后一个大声 ok下一个主题 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主题 一切都是好的 如果这个不好 什么都是假的 就是我们的制度 什么都是好的 结果不赚钱 有没有用 没有 所以 那么这个制度呢 这一次的其实我们的黑群会 我们的领导人都被调动 这也是因为一个非常了不起的地方 我们的人可以被调动 而且没有一个人有怨言 我可以把马来西亚的MD拍去波兰坛 我可以把新加坡的CELES去到波兰坛 我可以 还有谁啊 都是调来调去的 对不对啊 我们都是调来调去的 哦 就是 通常你们在这个地方 很少听到这些人谈的 比如说今天是 呃 呃 呃 巴星嘛 巴星还比较惨 时常被听到 我今天是在这个很少 会在 胆压这个地方 你可以听到他分享的 嗯 那么这个人呢 就是刚才我早上有提到的 因为不是中山啊 好像前天提到 很多人问我 哦 这里有没有开 那里有没有开 是不是他们的 看起来啊 OK好 当然很多人问我啊 爸爸 中国开了没有啊 我说还没有 当我还跟他讲这个的时候啊 这个人已经成为飞马了 哦 也是通过了第一个人 完成飞马了 我是他讲哦 每一位真的 他明明可以靠颜知的 为什么要这么辛苦 是吧 他也是另外一个 哦 在TW的过程当中 有时候看到他们拍的照片哦 哇 从事 我每天都是 跑来跑去 听着心里像 在市场上奔波的一个人 他其实根本都不需要的 以他的背景 他的家境 他根本都不需要去赚这个钱 根本都不需要 不过这个人呢 真的是想要 很想要成长 很想要进步 参与了我们的环境 经历了 经历了 不是一般人可以经历的东西 问题是 他根本都没有这个需要 而必要 非常难得的 也是非常难认可贵的一个 配合的伙伴 非常非常难得 那么今天他可以站在 马来西亚公园分下呢 我们到西亚公园 要珍惜 那么他是谁呢 他就是我们的容易领队 就 一环 余晏 好 终于一轮到我了 好像这个等待的过程 不是很好受耶 前面那几杯讲师 讲完了 哇大口大口吃 笑得很灿烂 然后呢 我是一试着讲 早餐也吃不下 中午饭也吃不下 刚才我们的 他说 然后呢 讲之前 然后跟我们那里 吃早餐的时候 我看见他脸是绿的咧 然后刚才 如果我说当你啦 笑得很开心 哇 你看马上不一样 所以呢 其实呢 呃 吃完饭喔 会打瞌睡耶 会不会 因为我刚才发现喔 还没吃饭之前 都有很多人睡着了 吃完饭之后 会不会更多人睡着啊 但是接下来 我会谈到钱 如果谈到钱 你还能睡着的话 那都没救了 我们说 钱可以解决 99.9%的问题 是不是 但是呢 怎么可以包自百病啊 钱啊 我们女生都有说过 包包 买包包可以包自百病 有听说吗 但是你知道我们绿位了 怎么包自百病吗 天天进单包自百病 是不是 好 呃 首先非常 呃 感谢老板给这样的一个机会 能再次跟他同台一个机会 我觉得这个机会是不多的 也不是任何人可以跟他同台的 所以我非常非常的有幸 那其实呢 我得知到这市场的讲师宣布的时候 我发现有四位女性领导人 然后有三位就是我们的天龙首席 然后有一位是正在路上的天龙首席 大家好 我就是那一个正在路上的未来的子三 余月琪 很多人听过我的故事的都知道哦 因为是我第一份事业 我是从来没有做过销售的 我也没有任何的经验 销售经验 那更不用提说接触过子销 我记得我第一次听制度的时候 是我们刘姐跟我讲的 她讲完之后 我觉得我像听天书一样 听不懂 完全听不懂 我真的不敢相信 我真的不敢相信 七年后的今天 竟然之前听不懂制度的那个人 今天在那台上主讲制度 我真的发现这世界上真的太神奇了 我更不敢相信的是 我能做直销做得这么成功 所以很多人都跟我说 我命很好 我也觉得我命很好 但是你们知道 在她口中命好是什么意思吗 因为他们呢 有很多人说 他们很多人一年之内有 可以换十个平台的 有些人 但是有些人 找到一个好的平台 然后他们聚焦 固定 执行 就马上拿到了结果 所以 在这过程中 我遇到很多这样的人 他们非常感叹这件事情是什么 他们跟我讲了一句话 不用重来就是坏 能够积累就是多 所以这句话 讲述他们的心声啊 唇唇蜜蜜蜜 重来了多少次 都没有办法成功 所以 遇到跟选择重不重要 你遇到跟选择才是命好的前提啊 是不是 所以今天在场的每一位 你们今天能够来到现场 说明是老天给的机会 那如果说老天给你这个机会 你不会说无缘无故来到现场的 对不对啊 所以你们都是命好的 对不对 给你们自己一个掌声 我七年前也是第一次来到里修美修会 第一次参加的时候 我当时我选择了绿威 选择了绿威作为我终身的这个唯一赛道 然后通过七年的这个聚焦 组定 然后执行 拿到了现在的结果 所以 我非常非常的感恩 有这样的一个一个机会 能够选择到 就比别人快很多 那但是呢 我想跟大家讲 如果今天 你能够听懂 能够了解完所有的 这一个绿威的六个P之后 我相信 你没有任何的理由 不选择 是不是 所以今天 你不需要有眼光 你只需要用眼睛来去看 所以今天 我的主题就是 制度 那我讲制度之前呢 我想跟大家讲 现在这个市场上 有很多平台和制度 平台多过 仰台一样 比仰台还多 制度五花八的 我相信很多人都遇到很多 但是我想跟大家讲 制度 相差那么一点点 都相差十万八千里 就是因为那一点 导致很多人 进了一坑又一坑 坑坑不一样 上了一档又一档 荡荡新花样 有没有这种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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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所以呢 我觉得 我想问一下大家 制度 重不重要啊 非常的重要 一套好的制度 它才可以真正 它才可以真正让你修炼成 这个管道收入 如果没有一套好的制度的话 你完全不可能说 能够修建好的管道收入 所以呢 这个龙头 非常重要 你有再多的头 你有再大的头 如果说你没有那个龙头的话 你也没办法去建立好你的管道收入 所以呢 这个 你看这个龙头 这么多头 才可以 这些金币你才抓得住 对不对啊 但是这个龙头 没有这个好的话 那你完全抓不到这样的一个机会 所以龙头就是什么 龙头就是我们设计制度的这一个人 极其重要 那设计制度的这个人是谁呢 就是我们的林文东总裁 我们给他一个大声 我记得他讲过一句话 我设置这个公司的制度 连我都想加入的公司 连我本身 老板本身都要想加入啊 他设置这个制度啊 所以你觉得他讲这句话 我们是不是非常有希望啊 所以我想跟大家讲 绿位的制度绝对是 这个唯一一个世界上 所有的制度你没见过的 你除了那门口 完全是没有见过 你可以用什么字来形容 所向无敌来形容 我们给你们一个制度一个掌声 好 那其实呢 呃 我觉得这个龙头很重要 这个人很重要 我们跟对的才会做对事 首先 老板要我最佩服的是什么 他可以保持处心 坚守原则 我们讲是这么讲 这个八个字很容易念 但是呢我们要去做到很难 能够坚持做16年 那更难 是不是 所以呢我们绿位的制度呢 坚持16年 没有更改过制度 而且坚持16年 高达75%的波比率 你想一下看 高达75%是什么概念 我刚才说了 你出过这门口 找不到有这么高的波比率 正常的市场的制度 再好的制度 可能也最多是40% 已经非常了不起了 但是Vray 它有75% 而且老板说过 制度是透明的 很多公司想来复制我们的制度 想来抄袭我们的制度 但是我跟你讲 老板说什么 我给你抄 你拿去抄 但是你可以复制这一个制度 首先有一个东西 你就完全复制不到 就是给制 当你赚了钱 你要抄出来 给出去这么多 没有哪个人可以做到的 大家认同吗 而我们老板一直给 一直给 而且呢 还坚持16年 敢敢的给 不该给的也给了 该给的也给了 很多 就算你抄这个制度 你能给一次 你给不了这么多次 因为你不敢给 你不能够一直给 所以给我们老板一个掌声好不好 好 好 关于这个高达75%的这一个制度呢 这个奖金莫比率非常的高 我非常有印象的是什么 老板在这一期的这张杂志呢 有在里面提过 一段字 我想念给大家听 到现在 我都觉得非常非常的重要 我很敬佩这个老板 那这句话是怎么讲的呢 这段话 奖金制度是关键的隐缓 吕薇看待 制度的竞争对手 根本就不是市场上 那些几十年的大自肖公司 而是那些 每天都在崛起 每天都在脑壁 一开始就准备吸睛的 龐式资金盘 老鼠位 虽然这些盘 生存周期很短 但现在层出不穷 甚再多 奖金制度是 要是经不起这些资金盘的烧摇 也不可能茁壮成长 绿威本则 连资金盘 都无法竞争的 拨出奖金 一直稳稳地 站在风浪这样大的直销业内 只能牺牲自己 当我咽到只能牺牲自己这几个字 我的几瓶疙瘩都齐了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感觉 所以我想说的是什么 绿威的制度根本就 没有任何一个制度可以跟我们竞争了 就算是外面的所有 你觉得很高的制度 很高的很容易做 你觉得很容易做的这些 但是到最后 还不是你想像那样 所以呢 我们比他们的波比率更高 而且呢 我们的比他是更有人性化 更公平性 而且更高的波比率 这个是任何都没有办法去规理的 所以单单老板这个舍字 我觉得真的无人能力 这个就是预规的这个制度 所以呢 我想跟大家讲 一个老板 坚持16年这样的一个原则 本身就不容易 但是呢 他还可以这样子一直给 我觉得更难得 非常的难得 所以我经常我跟我的朋友 跟我的会员讲这样的一段话 我觉得这个老板 是可以共享福的一个老板 为什么说老板 是一个共享福的一个老板呢 有一段话 有句话是这样讲的 夫妻本事同灵鸟 大难里头各自卑 很多人觉得 人是不可以共换难的 但是大家错了 人是可以共换难的 为什么 因为就比如说 大家穷的时候 我有一块钱 我给你五毛 那是没有关系的 肯定可以给的 对不对啊 但是你有一个亿的时候 你愿意给出去五千万吗 你有十个亿的时候 你愿意给出去五个亿吗 对不对 所以 人是可以共换难的 但是未必可以共享福 因为能够共享福 就是这个行业中的自民商 杀伤力自民商 为什么呢 人有钱的时候 他就会变了 大家认可吗 人一旦有钱就会变了 当他赚到钱的时候 他可以不需要给了 不想给了 不想贡献了 也不想去付出了 所以为什么说是这个行业的自民商 但是 我们老板用十六年来去证明 他是一个可以共享福的一个老板 好 那其实呢 老板除了共享福 我更敬佩他的是什么 人间清醒 什么叫人间清醒呢 其实呢 我觉得呢 呃 有的时候可以保持这样出行 但他没有的时候 他还可以保持这样出行 是非常非常难得的一件事情 好 我记得公司 刚刚开的时候 十六年前刚开的时候 已经很多人想投资运归 已经很多人想带团队来 然后想带多少人来 然后要求老板给他高点费 给他分口圈 老板直接说 talk to my hand 你直接跟我的手说拜拜 为什么老板这样讲 因为老板选择坚持原则 选择一套一套的卖起 然后选择只站在直销商的立场去考虑 所以他选择不会说接受很多的投资 但是普通人正常的去想一下 如果你开一家公司 马上有人投资 你会不会觉得 诶 这样子会很轻松 然后发展会就这样快 然后不需要自己投这么多钱 然后可以做到很多事情 正常人是会这样想的 但是你看老板他就不是这样想的 如果说他 就是你看普通人跟成功人士的 这个思维跟格局完全不一样 就是因为老板坚持这样的一个原则 我们绿位到今天才是可以做大做小 那我再跟大家讲一下 很多人到现在为止呢 都有很多去问老板 立位为什么不上市 很多人这样问老板 然后老板都问大家想知道吗 老板说我为什么要上市 我只想赚那个差差价的钱而已 我不需要去做 赚那些杠杆的钱 我也不需要去赚那些融资的钱 我也不需要去赚那些投资的钱 我并不觉得这些公司有多么了不起 有多么伟大 但是我愿意去赚这个差价的钱 因为我想改变这个行业 因为我只会为一种人 早想 我只会为一种人负责 就是我们的直销商 所以我们有这个老板要非常非常的去珍惜 因为他专心做好一个公司 他专心做好一个产品 而且他专心用心在直销商身上 这样的老板会让我们很安心 会让我们一无反顾的往前冲 会让我们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 然后只敢往前冲就好 所以在这个行业 安心是不是非常好的一些事情 是最幸福的事情 好 那其实呢 我们老板呢 他的人间清醒 我可以用两句话来去概括 他的清醒不是事到发生之前才清醒 他的清醒是事到发生之前就很清醒 我不知道大家听不到这两句话有什么样的一个感觉 很多人就是刚开始的时候 也就是说不管是有没有远近也好 他只会考虑现在的事情 但是我们老板在事到发生之前 他就已经很清醒 他就已经告诉我们很多很多未来的事情 但是他可以做到这样的一个清醒之前 那就是事到发生之前 他是很清醒的一个人 所以我们在这给老板一个掌声好不好 所以只有绿位这样的制度 你不但自私可以做 还可以跟 还可以玩 还可以fight 还可以敢敢的fight 所以我们绿位的制度 是能够真正留人的制度 因为他是任何的一家公司的制度 更公平更能性化 公平率会更高 我们说我们公司的产品 刚才我们 他是有分析的这一个产品 是我们公司的这一个根基 但是你们可以想像 我们公司的制度 如果是真的是没有产品 我们单单卖制度 已经是不得了了 很多人想寻找这样一个机会了 对不对 所以呢我们公司制度 第一个我想讲的是什么 他只奖励生产力的人 只奖励生产力的人 那其实只奖励生产力的人 是什么意思呢 也就是说在绿位你要获得奖金 你的组织要有业期才能获得奖金 如果你的组织没有业期 你就没有办法获得奖金 那我讲这句话 那不是很正常吗 没有业期你怎么会有奖金呢 但是很多外面的制度 是不一样的哦 很多外面的制度 没有业期才能获得奖金的哦 因为很多公司外面的 这一个有四字的 这一个永久分红权 你只用做一次业期 你只用达到一定的级别 一次级别 你可以有这样的一个永久分红权 但是你知道公司的这一个 奖金拨比 他是要肯定有一点拨比 因为公司肯定有他的成本 有他的这个奖金一定的拨比率 那如果说这个人 他只用做一次 他就可以拥有拿到这个奖金 你就可以想象下面的这些人 做死做活 他就可以 他就会从这一群人之中分得很少很少 而且就没有办法去奖金下面可以有生产力的人 所以你看这个 我给大家看这张图 这张图其实呢 我放了四个字叫做躺平组织 什么叫躺平组织 也就是说 这个叫做依赖 你明白吗 就每层每层依赖上去 下面那层依赖第二层 第二层依赖第三层 第三层在依赖上面那一个 这个你不做我就没有 你不做我就我就赚不到 所以呢 这个制度呢 我觉得其实很多外面的制度 他试制这个制度呢 是想吸引很多人 想藏到铁头干开西座的时候 就可以拿很多 然后一直拿吸引这样一群人进来 但是到最后最后的时候 他拨比率肯定是从下面的这些人的 生产力这些人的奖金 去拿给这个上面最上面的这个人 但是到最后的结局是什么 如果一个整个团队 整个组织是没有人生产力的话 你觉得这个组织会健康吗 所以为什么我给大家 这四个字叫做躺平组织 是整个组织都不用做了 对吗 那到最后公司他承诺 上面这个人 要有可以达到 永久的分工权的时候 那公司给不了 他下面没有生产力 他拿来的业绩 拿来的播出率 那公司可能就会倒闭 倒闭完了之后 那最上面的这个人可能也拿不到了 那下面的人更拿不到了 好 好彩 我们绿位的制度不是这样的 我们绿位的制度 只奖励生产力的人 好 多做多得 只要你来这里有平衡 你就可以拿到奖金 好 那我们公司除了奖励这一个 生产力的人 还会奖励什么呢 奖励有实力的人 这一个怎么讲呢 也就是说 呃 因为很看好有实力的人 不单只是有生产力 而且是有实力 呃 很讲究这个制度很讲究的是 平衡能力 也就是说 如果说你推荐一个人 很厉害的人 这个很厉害的人 你只有他一个人的话 那你就不会有你的高收入 你就会拿不到这个平衡奖金 因为你只有他一个人而已 好 所以呢 我想跟大家表达的是什么呢 那如果说 这个人 你只有他一个人 他会随时可以超越你的级别 也会随时超越你的这个收入 好 那其实 这一个 如果说 在因为这样的一个制度里面 我打个比方 如果说 你找了一个愉悦旗 你是很幸运的 好 你如果说 找了一个愉悦旗 只有一个舞 那你是很幸运的 但是我想跟大家讲 如果你要扶持 培养出 九个愉悦旗 那你是要靠实力的 那你是要靠能力的 好 不是那么容易的啦 对不对 这个非常考验一个领导人的 这一个大平衡的能力 一个掌控团队的能力 一个还有人跟组织的影响力的这个能力 方方面面各方面全能的能力 你才可以有这个大平衡的这个实力出来 所以 其实今天 我的上级非常有实力 他不单只有我一个愉悦旗 他有很多个愉悦旗 在他的团队 他培养了很多很多像愉悦旗的这样子 所以今天 他就是那一个最有实力的我们的天龙首席 我们的Selenta 我给他一个掌声 所以我想跟大家讲 那绿维奖励生产力的人 也是同时也奖励有实力的人 那绿维的制度 是一个非常赚钱的制度 那这句话好像有点讲的是废话 哪个制度甚至出来不是为了赚钱 但是我想跟大家讲 不是这样子的 不是哪个制度都是可以赚到钱的 我觉得讲制度的话 我觉得可以跟大家举例 让大家更明白 因为我觉得这些都是发生在 我身边的人的一些身上的一些事情 那我想跟大家举什么例 也就是说我有一个伙伴 他之前有加入过 也做过别的直销的一个平台 但是呢 那个直销平台的制度是这样子的 也就是说 他一定要做到十二人 你才会有奖金 你就算做到九个人 你卖出去九套 你都没有办法拿到一分钱 如果说你没有到达第十个的话 所以到现在为止 他跟我说 这个制度 永远没有办法要普通的生存 因为你只能达到第十个 你才可以达到钱 但是如果说你达到第九个 你一分钱都达不到 那是不是你原来的生产力 你都没有办法去达到一分钱 你觉得这样的制度可以赚钱吗 但是我想跟大家讲的是 我们DV的制度 很多的动物 我赚多少钱 我就跟大家讲 你不要看我赚多少钱 你先看这个最低的 你可能刚刚加入的 如果他卖一套两套平衡出去 他能赚多少钱 我就跟他讲 如果说一个打工中的公司 可能他卖两套出去的奖金 比他打工一个月的工资多三倍 你觉得绿杯赚不赚钱 所以我再跟大家讲一个故事 这个故事也是发生在 我一直六年前的一个故事 那其实呢我有个闺蜜 然后呢 她条件不比我差 党的也不比我差 能力也不比我差 各方面都很优秀 在我们当地都很多人认识她 都觉得她是一个非常有能力的女强人 所以我做绿杯做了七年了 但是我六年半前我就去谈过她 我希望她能跟我一起来去做绿杯 但是六年前跟她讲的时候 她同时也去看了很多平台 所以我为什么谈了她六年呢 你就说她去做一个平台的时候 之前我去谈她 她又去做另外一个平台了 等她做不起来了 我又去谈她一次 然后她又去选择另外一个平台了 总之来来回回很多次 她都没有缘分 能够看懂与回的制度 甚至有一次最后一次的时候 我说我就见你这一面了 如果你再不选择的话 我们再也不要见面了 然后你知道她说什么 她还带了几个大咖来 很会看制度的 然后一起来研究我们公司的制度 还有跟另外一家公司的制度 我没想到还是看不懂的 还是选择另外一个平台了 已经来来回回很多次了 但是你知道吗 当她去启动市场的时候 风风火火 哇 刚开始很多演技 风风火火启动市场的时候 没想到才发现 这个制度里面很多问题 很多问题 也就是说她有什么问题呢 她有滚动式清理模式 滚动式清理 也是什么呢 你一直在很辛苦做 然后好不容易打下来的奖三 然后又清理 然后又要一直做 一直辛苦一直做 就相当于说 你任何的奖金都是归零的 你永远赚不到钱了 很难赚到钱了 所以而且呢 还有要长期 你没有业绩的话 你当月没有业绩的话 你必须要复购 还要按照不同等级的复购 比如说你新加入的 你没有业绩 你要复购一瓶 来到比如说 中程领导人的这一个 你没有业绩的话 你也要复购 复购四瓶 更高的 你也要复购更多瓶 如果说你不复购的话 那你这个户口就被取消 如果你还想再来重新 进入这个行业的话 你被取消的话 你还要再次投入 再次这样子 花精力的去做 重新投入去做 所以他这六年来 花了很多很多 撞了很多很多的命 来来回回 来来回回 最后 回头看 还是来研究 绿位的制度 还是来研究绿位制度 然后今天他不是研究了 他是非常肯定 并且笃定绿位制度才可以成功 所以今天他也来到现场 我们也给他一个掌声好不好 我记得他讲一句话 非常的影响我 我觉得也是讲出很多 来来回回 重复选择很多平台的人 的心声 他们看懂之后 他说了一句话 他说 接下来 如果要做管道收入的话 只能选择绿位 要么你就不要再选择 有任何的选择其他的 要么你只选择绿位 而绿位 将是我最后一站 这个是他的原话 所以我想跟大家讲 这些公司是什么呢 也就是说 不同样的制度 不同样的这一个公司 你相差那么一点 真的相差非常的多 你要换来很多的代价 所以为什么 预见跟选择 才能代表你命好 首先你要有这个前提 所以四次制度的这个人 是要有一个 真正懂得制度的人 还好 我们老板是一个 真正懂得制度的人 真正知道 执销商在市场上 需要什么 真正可以去做一些 真正被执销商做的事情 而且他有那份心 来去选择说 牺牲自己来去贡献 所以我觉得真的是 非常的难得 我在想哦 如果你也有这样一个老板的话 你身边如果也有这样的老板的话 那我恭喜你 你这辈子 一定要去跟随他一辈子 一定要选择不要放手 但是如果说 你身边没有的话 今天现场有一个 你只需要3988 就可以跟我一样拥有一样老板 然后 你只需要3988 心地一套 你就可以拥有跟我一样老板 如果说你做得非常好的话 达到一定的级别的话 你可以跟他接触多一点 如果说你很厉害 真的让他去觉得你很被他认可 能拿到绿威的S卡的话 你这辈子的成功 跟他息息相关 他要照看你一辈子的成功 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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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他的那条果物的话 那就是 省一般人物 我们给这三条我一个掌声好不好 所以呢 我们老板呢 他是要他身后的人 人人有饭吃 人人有钱赚 那其实我为什么这么有感看呢 我记得有一次在 18年吧 18年前几年了 18年的时候 预备开了一个最高峰会议 这一场最高峰会议呢 是参与条件的是什么 就是要年收入 过50万新币的领导人以上 才可以来参加这个最高峰会议 当时我记得 有一百多位领导人有参加 然后 我也是在其中的一位 那 大家看这张图 当时呢 老板呢 发了个贝斯公 这段话 到现在为止 我都尽有些 深刻的心 他讲什么呢 一个人一个一 和一百个人百万 还是觉得一百人百万的感觉好 而来到今天 几年过去了 之前有一百多位领导人 但是绿威短短几年而已 单单飞马领队就有上千多个了 好 好 好 我们说飞马领队 每三个月的业绩 要达到差不多三百万新币的业绩以上 而且可以创造多少人的个人收入 大家知道吗 所以绿威不只是带了很多百万的富翁 还带了很多百万千万一万的富翁 是不是啊 所以呢 老板现在的身后 不是那一个 多少人可以赚到这样的钱 而是他要带出很多很多人身后 能够赚到钱 能够奉献给这些人 他只想对这些人而好 因为他一心 他的心就是向德直销上 一心只想你们做大 只想我们能够更好 我们再次给老板一个掌声好不好 好 好 那我接下来就要讲到的是什么呢 我们公司最厉害的 独一无二的表扬制度 那其实我觉得 BV的表扬制度 是已经是世界上最无的表扬制度 已经无人能力的 那表扬制度呢 其实我们的表扬制度里面呢 不会牵扯到奖金制度 也就是说 你赚 你的所有的业绩 是在你的奖金制度 已经过去 但是如果说 你没有达到一级别 不能够接受表扬 他也不会少扣你一分钱 但是别的公司是不一样的 你不能表扬 你的奖金制度 你就会扣 你就会降下来 所以呢 我们表扬制度是完全不牵扯到奖金制度 而且呢 我们达到任何的级别 都没有这个级别的一些额外的奖金 你达到非马 你也没有额外的奖金 但是呢 我想跟大家讲的是什么呢 除了天龙首席有额外的奖金 但是呢 额外的奖金也不是在奖金制度里面的 因为天龙首席的额外的奖金 我们都知道 非常非常的高 对不对啊 大概有一千万新币 所以呢 这个钱不在奖金制度里面 而是老板自己掏腰包来去奖定天龙首席 并且我们除了这个环的制度 如果说你能够达到这个9个环的话 那你就是天龙首席 但是呢 他不是说你要达到9个环 他才奖定一千万新帝 而是你达到2个 你就可以奖定你奖金了 你达到3个 就马上拨给你了 他不像别的公司 只可以看二块饼 然后你完全拿不到那一种 所以呢 我们再次给一个掌声我们老板好不好 其实呢我们说 呃 我们的表扬政度 非常非常的 我们的表扬大会 非常非常的震撼 如果说有来参加我们的表扬的大会的 所有的朋友们 或者伙伴们 你们都知道 没有哪一家公司是可以做到这样的 但是我想说 一月16年来 任何的会议 没有收过一分钱 任何的表扬大会 也没有收过一分钱 而且呢 是每三个月一次表扬大会 甚至是每一个季度 它不是一场而已 有时候三场以上 有时候延续十一个国家历区域 十几场以上 所以真的 只有预备可以做到 但是我觉得 你们觉得 做表扬大会 需不需要花钱啊 而且 它不是像其他公司 哇 那种舞台很low 然后 可能表扬你 要你拿个塑料带来 一个奖杯 一个帐班 发给你而已 其实我有问过 我的一些伙伴 他们之前有做保险公司 然后做到老婆伴那种 我说 你做到老婆伴 你们公司怎样表扬你 有没有 有没有像我们这样 包飞机呀 去学习呀 什么的 他说包巴斯就有 包什么飞机 所以你看 在任何的行业 就算你做到第一名 你做到业绩非常厉害 你未必是可以得到 这样的一个舞台 这样的一个荣耀 对不对 但是你知道吗 我们的老板注重人心 比钱更重要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每个人 来到这里 其实每个人是需要 需要被宠爱 需要被尊重 需要被认可 需要被认可 的那种感觉 需要有价值的那种感觉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每一个人 的这一个 来到绿飞 不是获得健康而已 也不是获得财富而已 而是获得是什么 有钱都拿 买了人身价值 这个是有钱都买不到的 而是你在绿飞 他不是说普通的表扬你 你知道是什么样 一个舞台吗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的这一次 十六周年的话 欢庆晚宴的现场好不好 好 这个是十六周年的 新加坡的欢庆晚宴 当天我记得 这个是表扬 这个第一个天龙首席的 这个圣诞晚宴第一次的表扬大会 那当天呢 这个一万六千人的 这个周年庆 一万六千人在一起吃晚餐 所以反宴 当天非常非常的感动 而如果说你走完全场 我跟你讲 你怎样穿高跟鞋的话 你真的是走到脚不痛 你真的是从这一辈子 你都没有见过这样一个场面 我团队有一些 七十多岁的老人家 同时也有一个九十二岁的老人家 他来到新加坡都不容易 因为新加坡当时要签证 当时这个国家就跟他讲 如果说你有任何问题 是你自己自负 因为为什么他已经九十二岁了 但是呢 你知道吗 他九十二岁了 依然要去看一下 立位的表扬大会 到底是怎样的一个自探的场面 然后他不单只是坐巴士 又坐飞机转飞机 来到新加坡 而且完全不要任何人走路 他来到现场 他来到现场 当他坐在下面的时候 他走了一圈的时候 你知道他跟我说什么话吗 他说他活了九十多年 他人生有三次辉煌 他觉得就是因为参加了这样 这么震撼的一次 表扬大会这种场面 是我这辈子都没见过的场面 我们真的是给玉妹一个掌声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其实最震撼的是什么呢 就是当天我们天龙首席表扬的时候 那一个准备出来的时候 那个画面 我觉得也是我在玉妹 没有这么多年真的是觉得这一场是最震撼的 哇那一种粉密感 那一种高科技 那种魔幻的那一种场面 你知道吗 那种就是他你坐在下面的人 你都觉得你每一根寒毛你都竖起来 因为我觉得这一个奥斯卡的电影 什么节啊 什么金马奖啊 什么打个国家的圣诞的这些 都没有这样的一个舞台 都不可能有这样的一个舞台 也不可能有这样的一个出场 当时我们一起上去被表扬 在还没有出来的那一刻 我拿着手机 哇这样拍这样拍这样拍 然后我感觉我有点眼花的感觉 你懂吗 我觉得那两个门 什么时候合起来 哇 会挪动了我手机 哇 我眼花了 哇那种高科技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震撼 而且当那条龙在视频里面 飞起来的时候 哇 那种太震撼了 我想给大家讲一下是 当我们一姐 从那个门开出来的那一刻的时候 她坐着那一刻舞异 我觉得真的是像五折天舞异天下的感觉 我找不到任何词来适合 好 后面我有问她 我说你坐在那一刻 出来那一刻你是什么感觉 她说我的心跳两白 她上过大大小小的舞台 从来没有这么紧张过 但是呢 你知道吗 当她坐在这个龙椅上的时候 她被表扬出来的时候 那种感觉真的是 我觉得每个人在下面看到的 你都想象说 为什么她可以做的 为什么人家人生有这么辉煌的时刻 真的不管此生 我可以这样讲 是不是 所以我们给我们的 SELVES一个掌声 我们的意见 当老板去扶她 然后非常缓慢的走到前台 走到舞台中间的时候 然后逼人一把上方宝剑 就是三口黄这把剑 到现在为止 我一直跟舞妻姐说 能不能把剑给我摸一下 给我看一下 不行 随便摸而已 随便可以看而已 所以到现在我也没得摸 我也没得看过 但是我在圆 我只是那个时候 远远看了一面 很远的地方 我就觉得那把剑 已经看了一眼 给我充满了无限的力量 然后我觉得这一个画面 我为什么要放出来 你们有没有觉得 好像一个国家的国华 把上方宝剑 献给他的勇士 要给他出战 有这种感觉 是不是有这种感觉 所以我觉得 非常非常的帅 然后你看我们一姐 披着那个子三龙帮的 那个披肩 太帅了 我在想为什么不是我 我在想象 老板这样披上带给我的时候 我是什么感觉 心跳散开 所以呢 我觉得 哎呀 人生短短几十年 有这样一个公司 有这样一个老板 能够这么用心 能够这样去付出 在你个人身上 我觉得 你还能选择什么公司 能够做到这样 我请问 是不是只有绿威才可以做到 对 是不是 对 好 我们给绿威一个掌声 好 这还是最刺激的 最刺激 要我最羡慕的 还有一个视频 到我看完这个视频之后 哎呀 我觉得 为什么别人可以 活着人家想象的样子 来我们一起看一下这个视频 这个视频呢 是公司帮我们的一姐呢 然后在拍这个花絮 天龙首席 这个打字 这个花絮的一个视频 我觉得拍的太美了 大家想不想看 来我一起 我们一起看一下 大家好我是Selene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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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上踩到裙子 哈 今天已經是我拍的第七套迷途了 哇 是不是很美啊 給大家看一下這個美美圖 我第一次看的時候 我好羨慕喔 真的太羨慕了 我覺得是每個女人都想活成的模樣 太美了 然後你看公司有專門的攝影師 然後專門的化妝師 然後把你打造成像明星一樣 萬人 尊重萬人被寵愛 對不對 被萬人寵愛的感覺好不好 以前我覺得可可可迪亞 是我們所有女人羨慕的對象 哇 她拍了這部片之後 我覺得不只是可可可迪亞 我覺得Slex也是我羨慕的對象 我們給可可可可可給我們Slex一個掌聲 還有最刺激的大家想不想聽啊 其實表揚制度還不是最刺激的 最刺激的就是 我們公司的最精神性的排名制度 那可刺激了 我跟你講 為什麼呢 其實呢 我們這一個因為它非常非常的有原則 就是這麼有原則 這麼公平公正 才會有這麼多人想去犯 想去衝 就是我打你的比方 你到了表陽大會 你是一星的會員 你只能住在一星的這個區域 你是兩星三星 你只能住在兩星的區域 如果說你是飛馬 只能住在飛馬的區域 你看前才這個被圍起來的 像動物園一樣的 這個是不是任何人可以進來的 而且呢 你就算住到一定的級別 前後一天做到等排 連續去都不一樣 我記得有一次喔 有一次 我們跟老闆聊天 然後有幾位領導的 然後還有公司的核心管理人 各位管理人 然後呢 我們一起在聊天吃飯聊天的時候 好像突然講到什麼樣的一個會議 然後呢 突然聊到 接下來下一場會議呢 要飛馬 急急急 進完 才可以坐在第一排 然後我餐點我吃飯我飯 我就想噴出來 然後我就問老闆我說 沒有吧 然後老闆看出我的表情之後 你知道他說什麼 月期沒有問題的 反正月期要坐在第一排的話 我第一排會四字的很長的 我會排到那個門口去 門口還坐不上的話 我排到那個廁所去 哇 你知道嗎 我們老闆的有時候 就是又愛又恨你們 哇 又可愛的同時 然後他又很年齡 又可愛同時 他又會很年齡 所以呢 當時我聽到那句話說 哎呀 酸溜溜了 真的不是那種感覺 其實我經常都 我已經坐第一排已經很久了 我也不好說 我已經經常坐第一排了 但是我跟大家講 前幾天的泰國的這個領袖表達會 讓我非常非常不爽 呃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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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個人跟我說什麼話 你知道嗎 他說 玉琪啊 等一下 這個領袖美衆會啊 你可以睡幾個小時 我說為什麼 我問他為什麼 他說 你的視線安全被擋住 不用停了 哦 你可以睡覺了 我 我的股氣 無名氣就來了 呃 然後 還包括 呃 呃 他講完之後呢 他講完之後呢 老闆又上台講 哎呀 那個被龍蝦擋到的那個啊 第二排的那个,等一下你要左边看看,右边看看,麻烦你,辛苦你了 不好意思,我是小虎 所以你知道吗,我那天我的脚,我是坐在彼得的这个位置 然后呢,我旁边是半种,我马上把凳子抬过来 但是男女有别嘛,又不敢太靠近,你懂吗? 但是我又看不到,又要抬过来,所以呢,我的脚是在两个桌子,那个中间,你知道吗? 就放不进那个脚了,我整场,我是两个脚是这样看的 这样看,看了一天了,然后那个半种脖子歪了一天了 然后关键的是什么?当时的我,我真的想唱一首歌 你知道是什么歌吗? 我左看右看,上看下看,原来每个女孩都不简单 我想那又想,我才那又猜 老板心事还真奇怪 拜拜 这还不是最刺激的,我跟大家讲,还有更刺激的 唉 你知道我来临背哦,已经七年了 然后每次上台领奖 老板订过奖杯我那一刻,他都要讲一句话的我 我在想哦,别的公司老板的话,他给你说 哎呀,祝贺你啊,祝贺你啊,祝贺你啊 有没有,不好意思 知道老板每次哦,订过奖杯那一刻哦,都是给到那根真诚很长很粗的 好,比如说,你看,我这一次上台领奖,你知道我说什么吗? 他听过奖杯我那一刻,他就跟我说说说 呢,祝贺,要不可以讲话? 然后,你知道那,那,那,我听到,哇 啊,死了,那不气了,那到头了 你知道不能讲什么意思吗? 也就是说,我们表扬大会哦,也就是说你要一定的级别 才能安排你讲话,能够分享 如果说,有些领导的是可以,只能讲一分钟 然后,做到很高级别的,可以讲十分钟 那不可以讲话的呢,就是老板颁个奖 颁奖就算了,然后还被老板刺一下,嘞嘞嘞嘞,又不可以讲话啊 然后,这一次还要刺激什么,说出来讲这句话呢 哎哟,还要三个人一起出来颁奖,又不是一个人出来 干脆一起颁算啦,我说啊,哎哟,你知道短短的 因为大家都听不见,只有我听见 哇,我又,而且面对这么多人,我还要美美的笑 然后,又不敢生气 嗯,所以,那个脸子又不敢做好看,你懂吗 哎,对对,老板,对,是的 我已经习惯了,你懂吗 但是呢,突然有一次我 老板他不讲了 他只能把一个讲给我 什么话都不讲 哇,那一刻我更紧张了哦 他不讲话的时候,你更加不知道才他在讲 为什么不讲话呢 也许我也没有救了,躲不上天爷 因为我也是在这个位置停留了很久了 所以呢,我觉得 不可以再这样了 因为我觉得,我平常坐第一排哦 之前是金盈大哥坐我旁边的 东派坐我旁边的 这两个人,这两个同学就已经升级到恶华了 我还是原来那个我 然后,现在第一排也坐不上了 只能坐在农衣旁边跟Midder一样 所以,绝对不允许自己停留脚落 就是那一分钟,你不可以就是不可以 就是这么严厉,Vray就是这么严谨 所以,我觉得就是这样的一个竞争 就是这样的一个公平,严格的这个环境 你才有这么多人想要去FY 想要去拼,对不对啊 所以,我们再次给我们预备一个掌声 好,那我也准备结束了 这个演讲 那其实我想总结一段话 这段话呢,是我们一姐前两天 开完领族培训会的时候 总结了一段话,我觉得讲得太好了 大家想不想听 他形容老板是怎样一个人 我们来一起看一下 一个伟大的人,往往心里都有 只顾着一份自拗,自拗 而他心中的那一份一尘不染的突兴和坚持 也许在大多数人眼中是疯狂甚至可笑 而往往这样的人,他们最终可以画腐朽为神奇 最终改变一个行业,甚至可以改变世界 来,我们一起看一下 这个是跟马斯克的一起片头 我觉得老板跟我马斯克一样一样疯狂 就是这样疯狂的人 才可以跟人家想办法完全是不一样的 我们老板说 因为我想改变麦见之销的看法 马斯克说,我要带人类移民到火星 我想跟大家讲的是什么呢 接下来 我们绿威人要去火星做绿威了 火星也阻挡不了我们赢在绿威的决心 是不是? 好,谢谢大家,我演讲多谢 谢谢 好,谢谢乐器的分享 其实他误会我了,我从来都不会这样跟他讲的 我从来都不会这样 我这边很关心的说,哎哟,为什么他们安排你三个,三个一起除 等一下我会去讲他们 我要安排 或者说我会问他,你要分享吗? 哦,他们没有安排你分享啊,哎哟 怎么安排他们 我绝对不会,哪来你乐乐你没得讲 我绝对不会讲这种,做这种事情 我会用关心的角度 做内心的关怀 他误会我了 OK,好了 刚才他有提到一样东西,我觉得 需要强调的 需要强调的 他发现到制度,有些制度 他说,不是每个制度都可以赚钱 这样讲有一点 不够完整 我说,就是说在那个制度里面 不是每一个阶级,阶层都可以赚钱 你看,我其实有这方面的经验 就是我一开始第一家指向公司的 它是几差值 几差值就是你要一个level,一个level上的 然后你上的level越高,你的percentage就越高 比如说,刚开始你买的percent 你达到一个业绩的过后,你就会升 升了过后,可能就变成20% 然后你再升,这样一直升到50% 比如说,那么这样的一个制度呢 看起来好像,哇 你做的越高,不是那时候就赚越多了 然后你的人也是这样 他也是10%,他的10% 他就会扣掉你的50%,你就赚到40% 不过呢,他在上一格,你就赚到30% 在上一格,你就赚到20%,越来越少 一直到他跟你一样的时候 你就赚0% 我想问,这样的制度,你信不希望你能下线上来 你不上来,他不上来又没有业绩,你又赚不到钱了 他上来越快,对你这笔钱你赚快拿 不过过后,你就拿不到钱了 变成说,你建立起来的一些领导人,大团队 他们一上来过后,你就拿不到你的大组的业绩的钱 你只可以一直不断的,从你的小组那边拿到钱 你要,就是说你的小组呢,他的钱又不多 因为是小组嘛 可怕的不是你赚不上钱的 可怕的是,当你比如说你已经有 四五条跟你一样阶级的大领导人的时候 那你是不是更大的领导人 对吧 当你是大领导人的时候,你需要展现大领导人的那种姿态 那你去公司的时候,你要杀杀的那种人 哇 然后每个人都认为你赚很多钱 结果你赚不到钱 那才是可怕的,是不是 你赚不到钱就赚不到钱嘛 你还要装你赚到钱嘛 那才是可怕的 然后这种日子就一直在过,一直在过,一直在过,一直不了解 原来我们被锁在制度里面,你怎样都破不出来 除非公司改,不过公司通常一般都不会改 对他没有利益的,不会改的,当然都是这样 然后后来呢,另外一家公司呢,我们就开始懂了 哦,开始会看制度了,开始明白了 下一家公司我们就要去避免这样一个问题 哦,要后面赚钱 最怕是后面不赚钱嘛 所以那是我们的眼睛只看到 希望看到一家公司后面会赚钱的 哦,一看到贵,后面会赚钱咯,就全部跳进去咯 一跳进去,前面不赚钱 前面,你要累积很久,很多的顾客群 哦,你才可以 维持你的日常生活的,可以吃饭的那种收入嘛 问题是你要大市场啊,这些全部都要选 所以在,我们每次讲的 在找金的过程当中 你已经没有面包了,你懂吗 所以一开始我们这样选资,跳进去做自销那种 哇,真的是好痛苦,好难啊 有很多大公司都是这样 他都会建议说,你先做办摊 好,你做办摊,你慢慢累积顾客 累积到你这边的收入哦 好,比较稳定了 比你现在大公的收入还高了 你才慢慢考虑要不要做全职 外面的直车公司都是这样的,尤其是大间的 好像我们这种叫做,全力以赴的一次过 做全职的那种,真的会在找钱的过程当中饿死 好,所以,几次的过后 就开始一来一了解制度了 你看,制度的了解 很多人说做自销,他们很多 我们尤其在自销剧里面有很多我们讲说制度 制度王,我们讲Planet King 他说制度我懂,你看他们设计通通 我讲制度很厉害这样 以我的经验,一个制度你没有做完它 就是你做到它,做到顶为止,做到尾 你不知道这个制度的问题了 你们相信吗 当然表面,我跟你讲 什么制度你给我谈,我都会谈得很好 好像很赚钱这样的 我当然谈,我们避开那些问题,我们这样谈 你看不出那个制度的问题 你一定要进去里面,就进去里面 做了一段时间,做了好几年 去到最高,突破最高 你才会了解到这个制度的 呃,优缺点 要不然,你这样看表面上 可能在这样分析,你也是直播是一次半截 所以来到另外的时候,我们就开始思考 我们要注意到,一开始新的问题 要注意到中层 要注意到上层 要上、中、下都要赚钱 现在我要问大家 今天你要这个立位,一开始就赚钱 可以吗?可以吧? 可以 至少你不会饿死的那种,是不是啊 有时候你每天饿死的那种,是不是啊 你去到天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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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天哪 你要赚钱,赚得到吗? 哎 讲真的,讲真的,赚不到 如果真的要赚,赚得到吗? 我们就不要讲坐在那边的啦,坐在那边肯定做不到嘛,我们说是真的做的 你要赚到收入,做不到嘛 那么去到很高很高了,去到喜欢喜欢,天荣了,做不到钱了 更大了钱,对不对啊?奇怪,为什么一些制度可以前面赚钱,中间赚钱,后面也赚钱呢? 为什么可以?为什么可以?因为我们不要比人家高一倍啊 这么的简单啊,对不对啊?所以我说制度,我们不只是要跟大公司竞争,我们要跟Money Game竞争 Money Game都不过我们来啊,Money Game怎么意思呢? 资金款什么意思?他们的产品是什么?他们的产品就是制度 听明白,他们是卖制度的 好不然我们再看到这个制度,看到这个concept,他们买concept的是吗? 没有产品的,不过制度其实不是没有产品,制度就是他们的产品,他们专卖制度来进行的 他们只是provide一个平台的制度而已 你觉得我有这样的能力开自行判吗?有吗?单单卖制度而已 我们有这样的能力吗?有,有 不过我们因为选择买产品,我们产品导向 产品导向不代表我们的制度不好耶 产品导向不代表我们的制度不好,我们的制度的卖点不会输给产品 只是我们不买制度,因为卖制度我们吸引来的人 的出发点是不对的 是我们产品导向,因为到最后产品是根基 如果卖制度的话,我们都是谈的过程当中啊 因为是不能控制的,这个贪的过程当中就是要吸引人家的 利用人家的贪念进来的,每个进来都是为了贪 所以他的那个整个环境的那个文化就不是很好 所以我们选择产品导向,再加多一次,不代表我们的制度不好 我们的制度是世界第一的 只是我们平常不讲,很少讲 刚刚讲得很清楚 不过至少要让你们知道,因为今天是培训费嘛,对吧 有些人嘖嘖嘖嘖嘖嘖,还不知道我们的制度这样好还是不可以啊 所以需要了解一些真相 我说什么叫卖制度的嘛,卖制度的意思,我们还是不买制度,可以这样很大声的讲嘛 卖制度是什么?就是我每一个领导人赚的收入,全部他的券都大张量了,怕人家不知道啊 买一个人买一个本地的,我还本地的锁子这么辣子 有没有有没有这样的事情? 没有,我们没有表扬这种钱的东西,有没有 当然钱都隐藏在后面,这个人中飞马,我们可以猜得到他的收入 这个人陈文贴动手机,我们可以猜到他的收入 用猜的,没有,直接就表现出来 我说表现出来就是在卖制度的意思,你知道吗?我们没有 所以需要领导一个领导,当然我们这样讲,别人的制度上面赚钱下面不赚钱还是什么 我们不要去评评别人的制度,每个制度他们设计他们都有他们设计的目的和原因 比如说有些制度需要维持业绩的,我想问你们维持业绩的制度好不好? 他有他好的一面,他有他好的一面 他们在讲说,如果这个制度没有维持,那么我哪里来的稳定收入? 这是不是他吧? 就因为有最低维持嘛,我就有最低收入是不是啊? 我就一定会有一个最低的稳定收入,同意吗? 可以这样讲,可以这样说 不过这样第一位有没有maintainance啊? 有没有?就是你没有maintain到这个业绩,你拿不到收入有没有? 有没有?没有,我们没有这样的maintainance 这样我们的稳定收入哪里来的? 既然我刚才讲的maintainance的存在就是为了让你有稳定收入嘛,是不是啊? 比如说我有一千人,我总是有一千人,一千个领导人,一千个经理级 比如说,每个经理都必须要维持至少五千的业绩 每个月,他们已经做到经理级了 他们去维持五千的概率还是很高的,因为他们是经理级了嘛,对不对啊? 那么我有一千个经理,那么我一个月最低是不是有五百万的业绩? 可以这样讲吗? 我五百万的业绩,我有业绩我一定会有收入嘛 这样我的收入是不是比较稳定? 要是我没有这个维持的话呢,他们有些多两天,有些多三天,有些人不需要维持嘛 这样我的收入是不是不稳定? 是不是这样讲? 可以这样讲? 我当然想的太天真了,因为你强硬性的东西去的嘛 它是很难,很难说,哦你放位置我就会求位置,我会你 人家也会不会有位置,这个就是重点 理论上是这样讲的 那么我们说,表面上如果是理论上的话,那么另外靠什么来维持? 就靠我们的表扬制度,你看我们的表扬制度来维持 有些人就会觉得,能够吗?用表扬来维持哦 有些人说,有些人加入职销他说,哦我要来赚钱而已,我不要表扬了啊 你们听过?我不要来表扬了,我还是来赚钱而已的 你看,他们肯定中过一些职销公司,受过伤 就说,肯定以前哦,被表扬了不够感觉,好像不干人这样 人家表扬的好不干人 我跟你讲,在外面的表扬都是做戏 你明白吗?做一场戏来吸引戏的人 不认为是不是?认为是不是? 你可能会觉得是哪?我给你一个最靠近的例子 下一个七月份的表扬大会 大概,我们应该一万五千人左右 因为微型的关系,一万五千人左右 全部完杀才可以来 全部,既然是完杀可以来 就是说,来的人都是表扬的人,对不对啊? 我们做新领水看,请问 我做新领水看 给鬼看啊 给外面的人看,外面偷看的人看啊 所以从这个例子就很讨论,也是啊 我们表扬是因为,这些人值得表扬 因为他不容 跟他一个技巧说 哇,我们把Selix打造到好像明星像啊 没有啊,他本来就是明星,我们只是把他包装 因为我们是这样的人啊 我们真的是要论可以吗 他就是这样厉害 所以我们想要把他展现出来 帮他展现出来,因为他没有时间 不过这样的事情 要不然你试试看啊 你试试看啊,看容易不容易,对不对啊 他是不容易很难的 坐在前面的事情都很难 而且刚才他所讲的这个排名制度 所以发生到底,为什么有些人会被刻起来 他们座子上都有名片 他们的位置已经被安排 包括去到外面吃饭 主桌随座 第二桌随座 第三桌随座 谁坐在哪里,谁坐在主归书 谁坐在什么,谁坐在这边,谁坐在这边 都是有一个这样的一个系统在里面安排着 里面有力量吗 有力量吗 坐在第一位的人的感觉如何 第一名,我是冠军,是不是啊 那我感觉好不好 你想成为第一名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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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有人肯定有人看到,对不对啊 因为公司知道,因为公司知道 这个是重要的 那我问你 如果说突然间我改变这个东西 为什么突然间这个东西本来不存在的 我突然间加进来了 可不可以这样的 不可以 他是不可能突然间加进来的 这种情况 他会发誓一直发誓到现在 因为一开始就是这样 一开始咯 一开始我的排名就是 从我们十多个人的时候 谁做的最好做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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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开始 他才可以延伸到今天 所以这个东西也很难复制,是吧 真的也只有理为独有 我更喜欢地位的一样东西,懂的是什么吗 是令到人做前面 你很少看到婚姻嘛,令到人做前面 你懂皮肠的婚姻嘛,令到人知道的地方 全部站后面 这样被看 让台下的人影响这些大屁 全部站在后面聊 上面的人在讲他们在后面聊天 这就是外面的指教公司 很多都是这样的人 有很多改变啊 因为绿维他们改变 所以我们是改变指教业的人啊 是不是啊 谢谢 包括刚刚已经讲的我们三天两个课程 今天外面不是没有三天课程哦 包括我们的出发外面 很多都是那种比较 比较那种 我们讲说比较极端一点的 因为那种课程肯定是要比较极端一点 让人在里面空地啊 让人在里面 让人在里面 让人在叫啊 你知道这些讲师 所谓的讲师 外面的讲师齁 在玩这种东西的时候 他们不是为了激发你你懂吗 他们已经变字了 他们是做弄 然后他们回去房间的时候 还会笑 跟着还会跟女人 啊 他不能讲啊 他这样突然被我讲 还逃光啊 我看过这样的情况 我就觉得他们的出发点很错 如果是这样的课程 你觉得会出现在里面吗 不可能的事情 我们的每一步都不是多余的 每一步它都是有原因的 它都是沉浸我们的精力 我们去调整或者家庭 我都说一直坚持 所以感恩啊 我曾经经历过这样的一些事情 真的 需要再一次的 点灵那个人 那么四月份 刚才我讲到 我们四月份有两场表达大会 一场就是在吉隆坡 一场是在台湾 一场表达一个天龙 我们现在来看 台湾的这一场表达一个视频 是这样的表达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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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